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所帶來的主題呢 是兩步驟驗證 教室借用系統 首先我們的創意動機 是因為進入到技術型高中就讀之後 常常需要到專科教室上課 目前的現況 是由實習股掌到實習處借用鑰匙 先填寫借用紀錄 再拿取鑰匙 但如果同時遇到許多班級接用 則需在旁等待 非常耗時 再加上 紙張的管理紀錄也相當的不方便 也曾經發生過紀錄錯誤 導致後續追查 造成的困難以及不便 最後 則是實習處距離專科教室是有段距離的 來回 就得花將近五分鐘的時間 上個時間很容易被拖延到 再來是我們的創意目的 第一個 是能夠兩步奏驗證 實現借用教室管理 第二 結合雲端資料與硬體 第三 改變借用流程 提升效率 這邊是我們的創意 作品三大特色 分別是效率 簡化 以及安全 這是我們的刷卡驗證機構 這個地方 是我們用來刷卡驗證的地方 而旁邊的按鈕 則是用來輸入驗證碼的鍵盤 電子鎖頭 是用電力來去控制它的開與鎖 而我們系統主要是利用 ESP32來當作控制板 而門旁邊的按鈕是用來鎖門的按鈕 研究與探討 我們進行的現金流程 與電子化流程進行的對比 而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電子化流程 簡化了許多的步驟 經過剛剛的探討 我們又對此進行了分析 而我們運用到了 商業概論所學習過的 SWAT分析來進行 優勢是可以達到更快速且方便的借用 且安全性提高 也是 是因為目前都還是使用鑰匙開門的 要改變成電子鎖屬實不容易 機會 是因為現在科技如此的發達 希望未來能夠使用更好的材料設備 來進行改良 最後威脅的話 是因為 若透過物聯網進行 可能會被找出安全的漏洞產生 影響到作品的安全性 接下來就是我們實際操作流程 第一步 我們先刷卡 第二步是輸入驗證碼 而我們作品最特別 且與眾不同的地方 是系統 會到Google試算表 和對課表 即該名刷卡教師 是否符合教室的使用權 若符合的話 將會傳送驗證碼 到該名老師的Email信箱 輸入完驗證碼後 資料會回傳到雲端 確認成功後即可開鎖 第三步 就能夠成功的開門解鎖 第四步 按下關門按鈕 機器會自動上鎖 並回傳關門記錄 到試算表 最後 我們真的希望此裝置 能夠運用在現行的教室接用上 因為 這不僅簡化了原有的接用程序 提高安全性 且更有效率的管理 來提升我們的教學品質 在未來 也希望能夠造福學弟妹們 讓他們 能夠更快速 且方便的接用 專科教室 以上就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